吃苹果呀 这东西啊 在我们那儿 就是奢侈品 我们那个哨所啊 补给拳头靠山下 往山上拉 别提苹果了 吃新鲜蔬菜都困难 我们好多战友 都缺乏维生素 有的都得了夜王症 这么辛苦啊 对了 新妹 你 你去 触对象吗 没有啊 那行 那等我回来 给你介绍几个有为青年 好的 这么恨嫁 我哪是恨嫁呀 我逗你玩的 我要是想嫁人早就嫁了 我想过了 我这辈子啊 一定要找一个 我最爱的 和最爱我的人结婚 只字只手 与子偕老 那行 上车吧 别溜达了 来 好了 扶好了啊 好了好了 走 妈 听人说啊 我哥他就是那大傻子 他疯了他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等他回来 你自己问他吧 在大街上居然跟人搂搂抱抱啊 他都傻了吧他 搂搂抱抱 不会吧 他才回来几天 才十几天 怎么着 他有对馅了 这个赵新梅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把我哥都给弄晕了 我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话 他全给忘了 谁 你说谁 赵新梅 不会吧 不会的 妈 妈 回来了 叔叔回来了 舍得回来了 什么叫舍得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 找赵新梅啊 你俩不是挺亲热的吗 你看 说你小心眼吧 你就小心眼 这心眼真小 比这边还小 赵新梅跟你说我什么了 陈果 妈 你妹妹说的都是真的 妈 您别听她在这儿胡说八道 心眼小 我跟你说 就你们俩给她惯的 哥 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了解 赵新梅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 我只能跟你说 她这个人不简单 你自己要小心 行行 行 喝水去吧 把心眼喝大点 妈你看她 行了 你去吧 妈来说 赵新梅 你出来 怎么了 书楼 你已经有了棋尾 有了回城名额 你怎么连我哥都不放过呢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什么叫我连你哥都不放过 你别装了 今天下午我都看见你们俩了 那你都看见了你还问 你有没有良心啊 齐伟他为了你 他还在牢里蹲着呢 是 要是没有良心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有良心 我就得替齐伟去做好 我要是有良心 我就得活生生地 等他从老里出来 和他在一起 是吗 梳荣 你能不能成熟点啊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哥是主动请我去吃饭的 不是我上杆子求他的 齐伟呢 他不喜欢你 不选择你 是他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把气撒在我身上 这样对我不公平 好了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还得回去做饭呢 陈果 中秋节以后 调回海城的事定下来了吗 基本上定下来了 那就好 你也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这样吧 节前呢 我帮你张了个对象 节后你调回来了 你们就好相处了 妈 您就在家踏踏实实照顾我爸就行了 我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怕是这心里有人了吧 有没有 没有 既然对象你不着急 那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了 是 保证站好最后一半卡 嗯 嗯 嗯 这是明天中午的火车票 吃完饭以后啊 你就赶紧收拾收拾 明天啊 啊 怎么 你有事啊 没事 妈 我都收拾完了我睡了啊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许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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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